早上前来刚洗了个涂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来了稀里糊涂来这么多人 我赶紧下去看看啥情况 我还去 后面还有一辆车 先下去看一下 哎 宝珍 来这么多人来着车干嘛的 就是你们到这里我们桥乡来 然后就给你们来这个搬 搬这个厕所啊 然后水方面就是给你们用出来比较方便嘛 哎呀妈呀 真的吗 是啊 我们桥乡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玩 哎呀我去 这也太受宠若惊了 先带你们到所里看看啊 这是他们新建的厕所 这是南侧 南侧走错门的 上这边 这个是女侧 这个这边是女侧 特别的干净 这个就是我们村里面的村长 然后他们 他们就是欢迎你们到我们这里过来玩 那个咱们桥乡村长是吧 你好你好 太谢谢了 没想到就是来到这儿真的我们房车哈 说实话 很多地方都不欢迎我们房车 就是停车呀什么的 就比较招人反感 但是我们想来到这儿之后 你们这么的热情 然后不光热情呢 还把这卫生间打开给我们用 哎呦真的太感谢了 没什么没什么 我们这里其实也很好客 我们美丽桥乡 在这里啊 我也希望你能多多的带那些 你们内地的朋友啊 多来我们冰江看看走走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通过这个镜头 然后很多网友车友看到了 也会喜欢这里也会来的 谢谢谢谢 我要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今天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头发都还没干 脸都没整就这样子的 就跟人家村长见面了 这还挺尴尬的 但是村长特别的就是 给人那种感觉 特别的亲切 你们发现没有 而且呢 村长也说了非常欢迎咱们 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都到他这里 到他们美丽的桥乡来做客 对于我一个 常见在外面旅行的人来说吧 这种举动 让我鸡鸡鸽觉得 真的是非常暖心 其实咱们出来玩 真的是这样 人都是将心比心的 就是说你看 咱们对人家客客气息的 人家也对咱也是非常热情的 所以说 不欢迎房车是有原因的 欢迎房车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以后大家伙 不管到哪里哈 还是要做到 为名出行 为名停车 咱们还是要 不要乱丢垃圾啊 去破坏一些公共资源 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些停车环境啊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凉亭 凉亭这里都修了这种的木凳子 一直到那头 就是过来的话 不管是小车呀 房车自驾 也可以在这里搭帐篷 也可以在这里摆桌子 喝喝茶 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边这一大片呢 就全是停车场 停个十几 二十来辆啊 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停车是免费的 在这上面写着 美丽的 美丽桥乡欢迎您 你们知道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桥乡吗 我也是刚才跟那个 宝珍还有村长聊天 我才知道的啊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 都是华侨 是越南华侨 然后这一个村子 所以说叫美丽桥乡 这边还有一个水库 下面一水库 应该可以钓鱼 但是我还 我还没过去问 因为刚来 然后这边可以散步 转过去 风景特别的好 然后这一片竹林 叫情人竹 就前面这个 冒生生的这个 环境非常的不错吧 而且这个地方 它特别的安静 我昨天晚上在这里睡的 一点都不吵 然后从这里进去 里面就是村子里面 就从这个路 往里面走 就到村子里了 等一下呢 骑上我的小摩托 然后带你们到村子里面 去看一看 然后正好 现在他们应该是 开始采茶了 再带你们看一下 桥乡的这些个 朴实的生活 还有他们采茶的一些 真实的状况 其实我出来玩 我就特别喜欢 像这种 比较接地气 然后呢 去走进别人的生活 感受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种是 这种的旅行 就是非常的有意义 行了 先不得不了 然后我先那个 回去把头发梳一下 把脸擦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云南省 临沧市 双江拉谷自 双江县 蒙库镇 然后桥乡 然后想来的朋友呢 可以搜这个地址 行了 我收拾一下 然后一会儿上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